六瓶客戶企劃 慘被搶走 吳宗憲說出兇手心裡話 誹謗臥底客人 一個不小心就會被搶走 譬如說魔術師 每個月都會說 詠勵哥有沒有案子發生 讓我生氣的事情發生了 怎麼了… 譬如說我提案給這位公司的老闆 居然那個魔術師也提案給他 他想省了30% 然後我減了 你看我生不生氣 因為我再也不發他 行奇變得很聰明 因為有點不高興 對啊 他要魔術夠厲害 他最想要變的是什麼 什麼